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神 时间呢,过去得真快 朋友们仔细想一想,现在就疫情全面放开 好像整整一年了,是吧 说实话,一年的时间并不太长 这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可是如果回忆起疫情的这件事情来 好像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好久好久了 我是有这种感觉哦 我讲的好久,特别渺茫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恍如隔世一般哦 说两句话,这三年中的 这三年疫情的很多事情哦 记得呢,又清楚,又感觉模糊 有时候都在想,是真实存在过的嘛 但是心里也明白 的的确确是真实存在过的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代人共同走过了 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说两句话,现在我们走出去 走在大街上,只去找一找 还有多少那阵留下来的痕迹呢 好像基本上都没有了 基本上也看不着了 偶尔你看到一次,哎呀,还挺的 哎呦,这不当时呢,问的呢 是不是,还是一个回忆呢 但是呢,前些天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应该是那阵里留下来的东西 应该现在也还在很多 什么事情呢,就是方舱医院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啊,文热应对疫情 很多地区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建设方舱医院 有的商舱医院呢,是体育馆呢 什么会胆馆呢,改造的 有的是新建的 有的建的还特别好 转全是现代化的方舱医院 说实话啊,这些方舱医院呢 有一些当时在抗疫过程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哦,当时真的助力拉汉马功了哦 但是呢,有的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有的建好不久,投入不久 疫情结束了,疫情放开了 还有的呢 说我这边还没建完 那疫情就放开了 都没用到 甚至有的说我没建完 那疫情放开了 我也得给他建完 建完了,结果没用到 这个也不能怪谁 为什么呢 因为事情变化的太快 谁也没有预知能力 这个东西就 就建完了就没了 就过去了疫情 这也很正常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哦 那你说现在的这些方舱医院 现状都是如何的呢 说两句话 如果是一些体育馆啊 会餐馆改的这些方舱医院 还好办 很简单 我估计就能恢复原貌了 那些如果是新建的方舱医院 而且投入比较大的 甚至有一些建的 比较现代化的方舱医院 现在都什么样了呢 我是没去看过啊 不知道有朋友们 有没有录过某些方舱医院的 看过没看过啊 或者给老师拍个照片来 发给老师 或者咱们来聊一聊 你说那些方舱医院 是现在都被很好的维护了 或者被很好的利用了 保护的也比较好呢 哎哥那呢 以后有用的时候 咱们随时启用呢 还是说现在啊 都已经慌乱不堪了 杂草重生了 甚至一看去说废墟了呢 是哪种情况呢 我都 我就想知道 我想说 如果是第一种啊 维护的各方面比较好啊 或者有再次利用 各别的利用上了啊 也还行 挺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是我说那种 已经荒废了 甚至杂草重生了啊 破烂不堪了 那就太可惜了 为什么呢 毕竟当时花了那么多钱 建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 我就想说荒废了 多给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把这些方舱医院呢 经过一些改造啊 或者经过一些其他的变通啊 让他干别的用呢 比较适合现在的东西 然后呢 避免那么大的浪费 对不 那是不是这样的效果很好呢 你说要不然的话 再那么放几年 然后你不但浪费了 以前建的钱 然后还得什么呢 你还得重新竞标拆迁 哎呀 这又是一笔钱 又是一笔费用啊 当然 有些人会高兴 那些 哇能拿下来这个拆迁项目 是高兴的 但是 对经济上 确实是一个损失 是不是呢 反正呢 我能力有限 我也不知道什么好的 我就想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都是老龄化社会了 养老是个难题 尤其是一些公办的养老院啊 比较少进去不容易 那么有没有可能 把这个方舱医院啊 经过适当的改造 把它变成公办的养老院呢 也好的方舱医院啊 这样的话啊 价格低一点 它不浪费 然后老人到那款呢 哎呦能 把晚年过得好一点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更好呢 啊 如果有特殊的问题 我方舱医院 以后有特殊的情况 这个方舱医院还能重新启用 哎 是不是 两全其美呢 啊 又 我只是这么想啊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我觉得 静老院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是不是 当然啊 还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大城市 啊 你房价特别贵的大城市啊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公租房啊 啊 改成连租房啊 或者改成什么 什么用房吧 反正可以 就是 虽然有人说了 这个地方都比较远啊 离市区比较远 哎呀 对于大城市来说 离远 那 那这都不但一个城市 它都能上班来呢 远点 只要它价格合理 价格便宜 哎 能减轻一些朋友的经济负担 我觉得有很多朋友 可能也行 也可能愿意 但是这指着那些大城市来说 比较好一些 反正还那句话 我呢 能力有限 认知有限 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 更好的利用 但是我相信啊 我们国家有一些能人 有一些专家 他们一定能想到更好的办法 能把这个加以改造 加以利用 不要让这个东西荒废下去 如果这些能人 这些有本事的人都提不出了好多办法来 就让我们当初花钱建这些房床医院 都荒废下去了 那我觉得是个悲哀 其实就是这帮专家呀 有本事的人 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悲哀 你说是不是呢 那多不好啊 你想一想是不是 反正呢 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这么建议 忽然想起来的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如我 过空子浪费了 不好 那朋友们 你们说说 如果你们去看我 现在都什么情况了 咱们都聊聊 各地的现在 当时的房床医院 现在都什么情况了 好不好 一起交流交流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鼠 看大山 向朋友们喜欢老鼠 关注老鼠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